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并促进市 镇 相接有计划之均衡发展 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都市计划依本法之规定 本法未规定者 适用其他法律之规定 第三条 本法所称之都市计划 系指在一定地区内有关都市生活之经济 交通 卫生 保安 国防 文教 康乐等重要设施 作有计划之发展 并对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规划而言 第四条 本法之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内政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 市 局 为县 市 局 政府 第五条 都市计划应依据现在及既往情况 并预计25年内之发展情形定定之 第六条 直辖市 市 局 政府对于都市计划范围内之土地 得限制其使用人为妨碍都市计划之使用 第七条 本法用语定义如左 一 主要计划 细致一第十五条 所定之主要计划书及主要计划图 作为拟定细部计划之准则 二 细部计划 细致一第十二条 之规定所为之细部计划书及细部计划图 作为实施都市计划之依据 三 都市计划事业 细致一本法规定所举办之公共设施 新市区建设 旧市区更新等实质建设之事业 四 优先发展区 细致预计在十年内必须优先规划建设发展之都市计划地区 五 新市区建设 细致建筑物稀少 尚未依照都市计划实施建设发展之地区 六 旧市区更新 细致就有建筑物密集 机灵破旧 有碍观瞻 影响公共安全 必须拆除重建 旧地整建或特别加以维护之地区 第八条 都市计划之拟定 变根 依本法锁定之程序为之 第二章 都市计划之拟定 变根 发布及实施 第九条 都市计划分为左列三种 一 市 市 镇 计划 二 相接计划 三 特定区计划 第十条 左列各地方应拟定市 镇 计划 一 首都 直辖市 二 省会 市 三 县 局 政府所在地极县辖市 四 镇 五 其他京内镇部或县 市 局 政府指定应依本法 拟定市 镇 计划之地区 第十一条 左列各地方应拟定相接计划 一 乡公所所在地 二 人口集居五年前已达三千 而在最近五年内已增加三分之一以上之地区 三 人口集居达三千 而其中工商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50%以上之地区 四 其他京县 局 政府指定应依本法拟定相接计划之地区 第十二条 未发展工业或为保持优美风景 或因其他目的而划定之特定地区 应拟定特定区计划 第十三条 都市计划由各级地方政府或乡 镇 县辖市公所依左列之规定拟定之 一 市计划由直达市 市政府拟定 镇 县辖市计划及相接计划分别由镇 县辖市 厢公所拟定 必要时 得由县 局 政府拟定之 二 特定区计划由直达市 县 县 市 局 政府拟定之 三 相邻皆知行政地区 得由有关行政单位之同意 会同拟定联合都市计划 但其范围位于越省境或县 局 境者 得由县 局 政府拟定之 第十四条 特定区计划 必要时 得由内政部定定之 经内政部或县 市 局 政府指定应拟定之是 镇 计划或相接计划 必要时 得由县 市 局 政府拟定之 第十五条 市镇计划应先拟定主要计划书 并是其实际情形 就所列事项分别表明之 一 当地自然 社会及经济状况之调查与分析 二 行政区域及计划地区范围 三 人口之成长 分布 组成 计划年期内人口与经济发展之推计 四 住宅 商业 工业及其他土地使用之配置 五 名盛 古迹及具有纪念性或艺术价值应与保存之建筑 六 主要道路及其他公众运输系统 七 主要上下水道系统 八 学校用地 大型公园 批发市场及工作全部计划地区范围使用之公共设施用地 九 实施进度及经费 十 其他应加表明之事项 前项主要计划书 除用文字 图表说明外 应付主要计划图 其比例尺不得小于一万分之一 其实施进度以五年为一期 最长不得超过二十五年 第十六条 相接计划及特定区计划之主要计划所应表明事项 得是实际需要 掺照前条第一项规定事项全部或一步予以简化 并得与细部计划合并拟定之 第十七条 第十五条 第一项第九款锁定之实施进度 应就其计划地区范围预计之发展趋势及地方财力 定定分区发展优先次序 第一项发展地区应于主要计划发布实施后 最多二年完成细部计划 并于细部计划发布后 最多五年完成公共设施 其他地区应于第一项发展地区开始进行后 四地订定细部计划建设之 未发布细部计划地区 应限制其建筑使用及变更地形 但主要计划发布已于二年以上 而能确定建筑县或主要公共设施 以照主要计划兴建完成者 得依有关建筑法令之规定 由主管建筑机关指定建筑县 和发建筑执照 第十八条 主要计划拟定后 应先送由该管政府或乡 正 县辖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 其一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规定由内政部或县 市 局 政府订定或拟定之计划 应先分别征求有关县 市 局 政府及乡 正 县辖市公所之意见 以供参考 第十九条 主要计划拟定后 送该管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前 应于各该职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及乡 镇 县 县辖市公所公开展览 三十天及举行说明会 并应将公开展览及说明会之日期及地点登报周知 任何公民或团体得于公开展览期间内 以书面载明姓名或名称及地址 向该管政府提出意见 由该管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予以参考审议 连同审议结果及主要计划 以并报请内政部核定之 前项之审议 各级都市计划委员会应于六十天内完成 但情形特殊者 其审议期限得与延长 延长以六十天为限 该管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修正 或经内政部指示修正者 免在公开展览及举行说明会 第二十条 主要计划应依左列规定分别层报和定之 一 首都之主要计划由内政部核定 转报行政院备案 二 直辖市 省会 市之主要计划由内政部核定 三 县政府所在地及县辖市之主要计划由内政部核定 四 镇及乡街之主要计划由内政部核定 五 特定区计划由线 市 局 政府拟定者 由内政部核定 直辖市政府拟定者 由内政部核定 转报行政院备案 内政部订定者 报行政院备案 主要计划在区域计划地区范围内者 内政部在订定或核定前 应先征询各该区域计划机构之意见 第一项锁定应报请备案之主要计划 非经准与备案 不得发布实施 但备案机关于文道后30日内不为准 否知指示者是为准与备案 第21条 主要计划经核定或备案后 当地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应于 接到核定或备案公文之日起30日内 将主要计划书及主要计划图发布实施 并应将发布地点及日期登报周知 内政部订定之特定区计划 曾交当地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依前项之规定发布实施 当地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为依第一项规定之期限发布者 内政部得代为发布之 第22条 细部计划应以细部计划书及细部计划图就作列事项表明之 1. 计划地区范围 2. 居住密度及容纳人口 3. 土地使用分区管制 4. 事业及财务计划 5. 道路系统 6. 地区性之公共设施用地 7. 其他 前项细部计划图比例尺不得小于1200分之一 第23条 细部计划拟定后 除一第14条规定由内政部订定 即一第16条规定与主要计划合并拟定者 由内政部核定实施外 其余均由该管制辖市 县 市 政府核定实施 前项细部计划核定之审议原则 由内政部订之 细部计划核定发布实施后 应于一年内树立都市计划庄 计算作标及办理地及分割测量 并将道路及其他公共设施用地 土地使用分区之界限测绘于地及图上 以公公众阅览或申请藤本之用 前项都市计划庄之测定 管理及维护等事项之办法 由内政部订之 细部计划之拟定 审议 公开展览及发布实施 应分别依第17条第一项 第18条 第19条及第21条规定办理 第24条 土地权利关系人为促尽其土地利用 得配合当地分区发展计划 自行拟定或变更细部计划 并应复具事业及财务计划 申请当地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或乡 镇 县辖市公所依前条规定办理 第25条 土地权利关系人自行拟定或申请 根系部计划 遭受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或乡 镇 县 县 市公所拒绝时 得分别向内政部或县 市 局 政府 请求处理 经内政部或县 市 局 政府依法处理后 土地权利关系人不得再提异议 第26条 都市计划经发布实施后 不得随时任意变更 但拟定计划之机关每三年内或五年内至少应通盘检讨一次 依据发展情况并参考人民建议做必要之变更 对于非必要之公共设施用地应变更其使用 前项都市计划定期通盘检讨至办理机关 作业方法及检讨基准等事项之实施办法由内政部定之 第27条 都市计划经发布实施后 欲有佐列情势之一时 当地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或乡 镇 县辖市公所 应是实际情况迅行变更 一 因战争 地震 水灾 风灾 火灾或其他重大事便遭受损坏时 二 为避免重大灾害之发生时 三 为市应国防或经济发展之需要时 四 为配合中央 直辖市或县 市 兴建之重大设施时 前项都市计划之变更 内政部或县 市 局 政府得指定各该原拟定之机关限其为之 必要时 并得尽为变更 第27之一条 土地权利关系人 依第24条规定自行拟定或变更系部计划 或拟定计划机关 依第26条或第27条规定 办理都市计划变更时 主管机关得要求土地权利关系人提供或捐赠都市计划变更范围内之公共设施用地 可建筑土地、楼地板面积或一定金额与当地直辖市、县、市、局、政府或乡、镇、县、县、厦市公所 前项土地权利关系人提供或捐赠之项目、比例、计算方式、作业方法、办理程序及应被书建等事项 由内政部于审议规范或处理原则中定之 第27条重大投资开发案件 涉及都市计划之拟定 变更 依法应办理环境影响评估 实施水土保持之处理与维护者 得采平行作业方式办理 必要时 并得联合作业 由都市计划主管机关召集联席会一审决之 前项重大投资开发案件之认定 联席审议会议之组成及作业程序之办法 由内政部会商中央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主管机关定之 第28条主要计划及细部计划之变更 其有关审议 公开展览 层报核定及发布实施等事项 应分别依照第19条至第21条及第23条之规定办理 第29条 内政部各级地方政府或乡、镇、县、县、辖市公所为订定、拟定或变更都市计划 得派查勘人员进入公司土地内实施勘查或测量 但设有违障之土地 应事先通知其所有权人或使用人 为前项之勘查或测量 如必须迁移或除去该土地上之障碍物时 应事先通知其所有权人或使用人 其所有权人或使用人因而遭受之损失 应与适当之补偿 补偿金额由双方协议之 协议不成 由当地直辖市、县、市、局、政府含请内政部予以核定 第三十条 都市计划地区范围内 公用事业及其他公共设施 当地直辖市、县、市、局、政府或乡、镇、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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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所认为有必要时 得奖励私人或团体投资办理 并准收取一定费用 其奖励办法由内政部或直辖市政府定之 收费基准由直辖市、县、市、局、政府定之。 公共设施用地得做多目标使用、其用地类别、使用项目、准许条件、作业方法及办理程序等事项之办法,由内政部定之。 第三十一条,或准投资办理都市计划事业之私人或团体在事业上有必要时,得适用第二十九条之规定。 第三章,土地使用分区管制。 第三十二条,都市计划得划定住宅、商业、工业等使用区,并得市实际情况,划定其他使用区域或特定专用区。 前项各使用区,得市实际需要,再与划分,分别与以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第三十三条,都市计划地区,得市地理形式,使用现况或军事安全上之需要,保留农业地区或设置保护区,并限制其建筑使用。 第三十四条,住宅区,为保护居住环境而划定,其土地及建筑物之使用,不得有碍居住之宁静,安全及卫生。 第三十五条,商业区为促进商业发展而划定,其土地及建筑物之使用,不得有碍商业之便利。 第三十六条,工业区为促进工业发展而划定,其土地及建筑物,以供工业使用为主,具有危险性及公害之工厂,应特别指定工业区建筑之。 第三十七条,其他行政、文教、风景等使用区内土地及建筑物,以供其规定目的之使用为主。 第三十八条,特定专用区内土地及建筑物,不得违反其特定用途之使用。 第三十九条,对于都市计划各使用区及特定专用区内土地及建筑物之使用,基地面积或基地内应保留空地之比率、容积率、基地内前后侧院之深度及宽度、停车场及建筑物之高度,以及有关交通、景观或防火等事项, 内政部或直辖市政府的依据地方实际情况,与本法施行细则中作必要之规定。 第四十条,都市计划经发布实施后,应依建筑法之规定,实施建筑管理。 第四十一条,都市计划发布实施后,其土地上原有建筑物不合土地使用分区规定者。 除准修善外,不得增建或改建。 当地之辖市、县、市、局、政府或乡、镇、县、县辖市公所任有必要时,得斟酌地方情形献其令其变更使用或迁移, 其因变更使用或迁移所受之损害,应与市当之补偿,补偿金额由双方协议之,协议不成, 由当地直辖市、县、市、局、政府含请内政部予以核定。 第四章,公共设施用地。 第四十二条,都市计划地区范围内,应是实际情况,分别设置佐列公共设施用地。 一、道路、公园、绿地、广场、儿童游乐场、民用航空站、停车场所、河道及港部用地。 二、学校、社教机构、体育场所、市场、医疗卫生机构及机关用地。 三、上下水道、邮政、电信、便电所及其他公用事业用地。 四、本章规定之其他公共设施用地。 前项各款公共设施用地应仅先利用事当之公有土地。 第四十三条,公共设施用地,应就人口、土地使用、交通等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决定其项目、位置与面积,以增进市民活动之便利,及确保良好之都市生活环境。 第四十四条,道路系组,停车场所及加油站,应按土地使用分区及交通情形与预期之发展配置之。 铁路,公路通过时施都市计划支区域者,应避免穿越市区中心。 第四十五条,公园、体育场所、绿地、广场及儿童游乐场,应依计划人口密度及自然环境,作有系统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占用土地总面积不得少于全部计划面积百分之十。 第四十六条,中小学校、社交场所、市场、邮政、电信、变电所、卫生、警所、消防、防空等公共设施,应按屡林单位或居民分布情形适当配置之。 第四十七条,屠宰场、垃圾处理场、殡仪馆、火葬场、公墓、污水处理场、煤气场等应在不妨碍都市发展及临近居民之安全,安宁与卫生之原则下,于边缘适当地点设置之。 第四十八条,一本法指定之公共设施保留地工公用事业设施之用者,由各该事业机构依法予以征收或购买,其余由该管政府或乡、镇、县辖市公所依佐列方式取得之。 一、征收 二、区段征收 三、市地重化 第四十九条,一本法征收或区段征收之公共设施保留地,其地价补偿以征收当其毗邻非公共设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限值为准,必要时得加成补偿之。 但加成最高以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为限,其地上建筑改良物资补偿以重建价格为准。 前项公共设施保留地之公共设施保留地之家城补偿标准,由当地支辖市、县、市、地价平易委员会于平易当年其公告土地限值时平易之。 第五十条,公共设施保留地在未取得钱,得申请为临时建筑使用。 前项临时建筑之权利人,经地方政府通知开辟公共设施并限其拆除回复原状时,应自行无条件拆除,其不自行拆除者,予以强制拆除。 都市计划公共设施保留地零时建筑使用办法,由内政部定之。 第五十之一条,公共设施保留地因依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真收取得之家城补偿,免真所得税,因继承或因配偶,直系血亲兼之赠予而移转者,免真以产税或赠予税。 第五十之二条,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得申请与公有非公用土地办理交换,不受土地法,国有财产法及各级政府财产管理法令相关规定之限制,化设于二十五年未经政府取得者,得优先办理交换。 前项土地交换之范围,优先顺序,换算方式,作业方法,办理程序及应被书建等事项之办法,由内政部会商财政部定之。 本条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五十一条,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设施保留地,不得为妨碍其指定目的之使用。 但得继续为原来之使用或改为妨碍目的较轻之使用。 第五十二条,都市计划范围内,各级政府征收私有土地或拨用公有土地,不得妨碍当地都市计划。 公有土地必须配合当地都市计划予以处理,其为公共设施用地者,由当地直辖市、县、市、局、政府或乡、镇、县辖市公所于兴修公共设施时,依法办理拨用,该项用地如有改良物时,应参照原有房屋重建价格补偿之。 第五十三条,获准投资办理都市计划事业之私人或团体,其所需用之公共设施用地,属于公有者,得申请该公地之管理机关租用,属于私有而无法协议收购者,应被妥价款,申请该管之辖市、县、市、局、政府代为收买之。 第五十四条,依前调租用之公有土地,不得转租。 如该私人或团体无力经营或违背原核准之使用计划,或不遵守有关法令之规定者,直辖市、县、市、局、政府得通知其公有土地管理机关给予终止租用,另行出租他人经营,必要时并得接管经营。 但对其已有设施,应照资产重估价额予以补偿之。 第五十五条,直辖市、县、市、局、政府代为收买之土地,如有已转或违背原核准之使用计划者,直辖市、县、市、局、政府有按原价额优先收买之权。 私人或团体未经承报直辖市、县、市、局、政府核准而擅自移转者,其已转型为不得对抗直辖市、县、市、局、政府之优先收买权。 第五十六条,私人或团体新修完成之公共设施,自愿将该向公共设施及土地捐献政府者,应登记为该市、乡、镇、县辖市所有,并由各该市、乡、镇、县辖市负责维护修理,并予奖励。 第五章 新市区之建设 第五十七条 主要计划经公布实施后 当地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或乡 镇 县辖市公所应依第十七条规定 就优先发展地区 拟据事业计划 实施新市区之建设 前项事业计划 应包括佐列各项 一 划定范围之土地面积 二 土地之取得及处理方法 三 土地之整理及细分 四 公共设施之兴修 五 财务计划 六 实施进度 七 其他必要事项 第五十八条 县 市 局 政府为实施新市区之建设 对于划定范围内之土地及地上务的实施区段 征收获土地重划 依前项规定办理土地重划时 该管地政机关应拟据土地重划计划书 曾经上级主管机关核定公告满三十日后时施之 在前项公告期间内 重划地区内土地所有权人办数以上 而其所有土地面积超过重划地区土地总面积办数者表示反对时 该管地政机关应掺着反对理由 修订土地重划计划书 重刑报请核定 并依核定结果办理 免在公告 土地重划之犯为选定后 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得公告禁止该地区之土地移转 分割 设定负担 新建 增建 改建及采取土石或变更地形 但禁止期间 不得超过一年六个月 土地重划地区之最低面积标准 计划书格式及应定事项 由内政部定定之 第59条 新市区建设范围内 于办理区段征收十个及政府所管制公有土地 应交由当地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依照新市区建设计划 予以并同处理 第60条 公有土地已有指定用途 且不抵触新市区之建设计划者 得事先以书面通知当地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调整其位置或地界后 免予出售 但仍应付担其整理费用 第61条 私人货团体申请当地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核准后 得举办新市区之建设事业 但其申请建设范围之土地面积至少应在10公顷以上 并应复具佐列计划书件 1. 土地面积及其权力证明文件 2. 细部计划及其图说 3. 公共设施计划 4. 建筑物配置图 5. 工程进度及竣工期限 6. 财务计划 7. 建设完成后土地及建筑物之处理计划 7. 前向私人货团体举办之新市区建设范围内之道路 儿童游乐场 公园以及其他必要之公共设施等 应有举办事业人自行负担经费 6. 私人货团体举办新市区建设事业 其计划书建含经核准后 得请求职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或乡 镇 县辖市公所 配合兴修前条计划范围外之关联性公共设施及技术协助 第六章 旧市区之更新 第六十三条 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或乡 镇 县 县辖市公所对于雨漏或脏乱地区认为有必要时 得是细部计划划定地区范围 定定更新计划时失之 第六十四条 都市更新处理方式 分为左列三种 1. 重建 细为全地区之征收 拆除原有建筑 重新建筑 住户安置 并得变更其土地使用性质或使用密度 2. 整建 强制区内建筑物为改建 修建 维护或设备之充实 必要时 对部分指定之土地及建筑物征收 拆除及重建 改进区内公共设施 3. 维护 4. 加强区内土地使用及建筑管理 改进区内公共设施 以保持其良好状况 5. 前项更新地区之划定 由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依各该地方情况 及按各类使用地区订定标准 送内政部核定 第六十五条 更新计划应以图说表明 左列事项 1. 划定地区内重建 枕建及维护地段之详细设计图说 2. 土地使用计划 3. 区内公共设施 新修或改善之设计图说 4. 事业计划 5. 财务计划 6. 实施进度 第六十六条 更新地区范围之划定及更新计划之拟定 变更 报合与发布 应分别依照有关系部计划之规定程序办理 第六十七条 更新计划由当地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或乡 镇 县辖市公所办理 第六十八条 办理更新计划 对于更新地区范围内之土地及地上物得依法实施征收或区断征收 第六十九条 更新地区范围划定后 其需拆除重建地区 应禁止地形变更 建筑物新建 增建或改建 第七十条 办理更新计划之机关或机构得将重建或诊建地区内拆除 整理后之基地让售或标售 其承受人应依照更新计划期限实施重建 其不依规定期限实施重建者 应按原售价收回其土地自行办理 或另行出售 第七十一条 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或乡 镇 县 县 厦市公所为维护地区内土地使用及建筑物之加强管理 得是实际需要 于当地分区使用规定之外 另行补充规定 报经内政部核定后实施 第七十二条 执行更新计划之机关或机构对于整建地区支建筑物 得规定期限 令其改建 修建 维护或充实设备 并应给予技术上支辅导 第七十三条 国民住宅新建计划与当地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或乡 镇 县 县 厦市公所实施之旧市区更新计划力求配合 国民住宅年度新建计划中 对于廉价住宅之新建 应规定适当之比率 并优先租售宇旧市区更新地区范围内应与喜致之居民 第七章 组织及经费 第七十四条 内政部 各级地方政府及乡 镇 县 县 厦市公所为审议及研究都市计划 应分别设置都市计划委员会办理之 都市计划委员会之组织 由行政院定之 第七十五条 内政部 各级地方政府及乡 镇 县 县 厦市公所应设置经办都市计划之专业人员 第七十六条 因实施都市计划废制之道路 公园 绿地 广场 河道 港湾原所使用之公有土地及接连都市计划地区之新生土地 由实施都市计划之当地地方政府或乡 镇 县 县 县 厦市公所管理使用 依法处分时所得价款得以补助方式拨供当地实施都市计划建设经费之用 第七十七条 地方政府及乡 镇 县 县 县 厦市公所为实施都市计划所需经费 应以佐列各款筹措之 1. 编列年度预算 2. 工程授亿费之收入 3. 土地增值税部分收入之提拨 4. 私人团体之捐献 5. 中央或县政府之补助 6. 其他办理都市计划事业之盈余 7. 都市建设捐资收入 7. 都市建设捐资征收 另以法律定之 第78条 中央、直辖市或县、市、局 政府为实施都市计划或土地征收 得发行公债 前向公债之发行 另以法律定之 第八章 法则 第79条 都市计划范围内土地或建筑物之使用 或从事建造 采取土石 变更地形 违反本法或内政部 直辖市、县、市、局、政府 依本法所发布之命令者 当地地方政府或乡、镇、县、县、厦市公所 得处其土地或建筑物所有权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 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还 并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复原状 不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复原状者 得暗次处罚 并停止供水、供电、封闭 强制拆除或采取其他恢复原状之措施 其废用有土地或建筑物所有权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负担 前向罚还 经限其缴纳 借其不缴纳者 依法移送强制执行 依第八十一条 划定地区范围实施禁建地区 适用前二项之规定 第八十条 不遵前条规定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复原状者 除应依法予以行政强制执行外 并得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第九章 负责 第八十一条 一本法新定 扩大或变更都市计划时 得先行划定计划地区范围 经由该管都市计划委员会通过后 得禁止该地区内一切建筑物之兴建、增建、改建 并禁止变更地形或大规模采取土石 但为军事 紧急灾害或公益等之需要 或施工中之建筑物 得特许兴建或继续施工 前向特许兴建或继续施工之准许条件 办理程序 应被输建及违反准许条件之废纸等事项之办法 由内阵部定之 第一项禁止期限 是计划地区范围之大小及举办事业之性直定之 但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前向禁建范围及期限 应报请行政院核定 第一项特许兴建或继续施工之建筑物 如底处都市计划必须拆除时 不得请求补偿 第八十二条 直辖市极限 市、局、政府对于内阵部核定之主要计划 细部计划 如有申请复议之必要时 应于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一个月内提出 并以一次违宪 经内阵部复议人维持原核定计划时 应依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及予发布实施 第八十三条 依本法规定征收之土地 其使用其限 应依照其曾经核准之计划其限办理 不受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条之限制 不依照核准计划其限使用者 原土地所有权人得兆元征收价额收回其土地 第八十三之一条 公共设施保留地之取得 具有纪念性或艺术价值之建筑与历史建筑之保存维护 及公共开放空间之提供 得以容积移转方式办理 前项容积移转之送出基地种类 可移出容积定定方式 可移入容积地区范围 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积上限 换算公式 移转方式 折脚带经 作业方法 办理程序及应被书建等事项之办法 由内证部定之 第八十四条 依本法规定所为区段征收之土地 于开发整理后 依其核准之计划再行出售时 得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之限制 但原土地所有权人得依实施都市平均地权条例之规定 于标售前买回其规定比率之土地 第八十五条 本法施行细则 在直辖市由直辖市政府订定 送内证部和转行政院备案 在省由内证部订定 送请行政院备案 第八十六条 都市计划经发布实施后 其实实状况 当地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或乡 镇 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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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 所应于每年中了一个月内编列报告 分别曾报内证部或县 市 局 政府被查 第八十七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